電線趕上的電電箱突然冒出陣陣白光 還不停的發出聲響 附近民眾路過嚇傻了眼 趕緊打電話報警 這個突然的意外也吸引了附近民眾 紛紛出來圍觀 沒想到電電箱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碰的一聲整個爆炸 附近的路人民眾全被嚇壞 嚇得四處閃避 而整個變電箱的周圍 也是陷入一片漆黑 隔天記者重回現場 變電箱已經修復完成 不過附近民眾想到當時情形 還是心有餘悸 那個碰碰的聲音很大 對啊 然後就爆炸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桃園的巴德地區 因為當時已經是晚上9點 突然的爆炸 也讓周圍地區大停電 好在除了停電之外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也沒有發生火災意外 這次颱風有一個墜落物 碰到我們電桿上面的隔離開關 那瞬間短路產生一個爆響 那這個聲音造成停電 有50分鐘的停電 我們工作人員很快就恢復供電 台電人員表示 幸好變電箱爆炸 沒有引發火勢 或者後果不堪設想 至於爆炸的原因 可能是蘇敵勒颱風吹壞電電箱設施 不過詳細情形還要再進一步調查 只是一場爆炸意外 讓剛經歷過颱風的民眾 又再一次飽受驚嚇 規則黃楚華 廖宇智桃園報導